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且其躲避展现出一种奇特的非生物结构 我们马上对新生的组织进行切除研究 发现它已经不是当初黑种的结构 它模仿了人类细胞的形态 接下来几年里面 通过反复的实验 才大概搞清楚黑种的感染模式 但是突如其来的事件 中断了我们的工作 那一次我和同事交谈的时候 我对视着她的眼睛 竟然看见了她内心的世界 她经历过的事情 在我的脑海里一一浮现出来 这时候同事突然提醒我 教授 你的眼睛是不是脏了 我通过镜子看见 自己的双眼已经全部变成黑色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 又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毫无疑问 我的眼睛已经被黑种感染了 并且和那个尸体的左臂一样 异化出一种能力 过了一个月左右 我们实验室突然被告知 需要终止关于黑种的研究 并把研究材料 全部移交给另一个科组 关于项目的交接 上级还特意安排了一次会议 由首相的一个秘书亲自主持 在会议上 我们听到的都是些虚构的借口 但是我可以通过我的眼睛 看见这个秘书的真实想法 在她的脑海里面 我看见了一个狂人的计划 她疯了 她脑海里面回荡着一句话 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 必须有所牺牲 可以牺牲一人 甚至牺牲千万人 会议一结束 我马上请假去学校接你回家 当时还记得你问我 为什么要突然请假回家 课都还没上完 我欺骗了你 说是有重要的家庭聚会 其实我是想马上带着你和你妈妈 一起离开这个国家 但是偏偏在回家的路上 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意外 我们两个都昏迷了 被送进了医院 第二天我们居然毫发无损地出院了 我怀疑 那个男人的计划已经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生活如常地进行着 但我感到无时无刻被他们监视着 有一天 你对我说 老师表扬你获得了拳击第一 同伴其他同学都不合格 你根本不知道 这是一切噩梦的开始 在那次事故中 那个男人已经用黑种感染了你的脑部 并获得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能把周围的人的脑部 和你的链接起来 不断蚕食其他人的脑力为己用 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称为 食梦者 爸爸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月宁